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我们来跟各位聊聊 日本人的人品真的有很好吗? 我相信多数人对于日本人的印象 应该就是他们彬彬有力 非常的守规矩 非常的守时 非常的守信 如果你还有这种观念 我会觉得你可能还活在那种 昭和时期 甚至大政时期 甚至是神话故事时期的人 日本人也是人 台湾人也是人 很多人都会说 台湾的环境不好 台湾人怎样怎样都没的了 其实日本人真的有比较好吗? 我们就来以我这一次 2024年去日本的亲自的观察 来跟各位讲讲 日本人的人品真的有很好吗? 来首先第一个 我们很多人会说 日本人守规矩 开车守规矩 很守法什么的 那可能是因为你去的是东京 我们此前有跟各位讲过 你就离开关东吧 你就离开东京吧 你去乡下地方看看 你去静岗看一看 你去大阪看一看 保证你会觉得 有点在台湾的感觉 有点熟悉的感觉 比方说红绿灯 这个绿灯亮成黄灯之后 东京的人基本上都是踩煞车的 那么你去关西看一看 踩煞车人不多 踩油门的很多 而且你跟台湾是不是似曾相似呢? 其实真的 我们会觉得日本的街道很干净 日本人很守法 我承认某些地方的确他们做的真的是令人佩服 但是人还是人 不管你是哪里的人 总是有些惰性 总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 首先我们先来举个跟车密切相关的例子 我这次去东京的时候 很多台湾的车友跟我讲 你有没有去大黑休息站 所谓俗称的大黑PA 因为在台湾里面会看到不少报道 不少YouTube讲说 大黑PA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车子 又办了什么车距 我先跟各位讲结论 其实我不会去大黑PA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太多了 我这一趟在日本东京 因为认识一些恶势力 认识一些坏朋友 所以基本上我在东京没搭过什么电车 我都是被坏朋友开车再来再去 那在东京当然常常会用到所谓的首都高速 这个在台湾车界响叮当首都高 那我在首都高速工作上面 我就看到一些标语 比方说他写 首都高速不是赛道 请勿违法行驶 请依张行车 请勿超速之类的标语 再来还有一次 不是一次 还有两次我看到 他的电子报告上面写 白天哦 上面写着说 大黑PA不正行为取缔中 意思是什么呢? 大黑的休息站 违规的行为正在取缔中 就是告诉你不要再过去了 那我日本车友是跟我说 他曾经看过东京首都高的KG棒 电子报告上面写 大黑PA封闭中 为什么封闭呢? 当然不是大风大雪大雨 就是因为里面有太多违法的聚会 违法的改装车群聚啊 我这次到日本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我们上了首都高 那我日本车友说 我们找个休息站他稍微上个厕所 稍微补充一下东西 我说OK 我一下车就看到他的高时版写的清清楚楚的 禁止汽车聚会 禁止群聊 禁止团体活动 他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表示什么呢? 表示其实这个给当地的民众造成相当的困扰 那我也跟日本车友问了一下 那他们对于大黑休息站的这个观感是什么? 他们觉得非常的糟糕啊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到底大黑休息站怎么爆红 我们这边先不要讲了 反正他就是会聚集一些稀有车 一些奇奇怪怪的车子 那久了呢? 树大必有枯枝嘛 久了总之会有一些害群芝麻跑出来 在那边呢 可能做一些比较激情的事情啊 做出一些噪音的事情 久久之很多日本民众 只要在大黑休息站看到这些奇奇怪怪的车子聚会之后呢 立刻就通报警察 警察就立刻来驱离 或是立刻来开这个劝导单啊 或是罚单什么的没的 对日本人来讲 这种东西他们是难以容忍的啦 但是呢 总是还是有那样子的日本人觉得说 哎呦我这个车子改得很漂亮啊 我这个车子怎么样啊 怕你不知道啊 所以你说日本人真的有很守规矩吗? 守规矩的日本人一定是有的 不然日本的环境不会那么的干净的 但是呢 其实里面还是有些不守规矩的人啊 我们再举个例子 这一次呢我2024年去日本主要是参观 静刚的Hobby Show 静刚模型展 那么静刚模型展它的规划是这样 它总共有五天的日程 前面两天呢是夜主日 就是业者呢 这个邀请其他的下游供应商啊 或是下游的厂商 下游的批发商来参观 或是媒体来参观 第三天呢 是开放给静刚当地的学生免费参观 呃 然后最后两天呢 才是公众日啊 提供给公众来参观 那我是以媒体的身份进去的 所以我是前面两天进去的 而且我是受厂商邀请进去的 照理来说前两天应该只有厂商 应该只有媒体进去吧 好首先第一个 那两天呢 我看到了一堆宅男 我不是说宅男不好啦 是说宅男这个一看就知道 他们不是媒体 因为他们那个穿着就是一个T恤 然后再穿个短裤 然后再穿个拖鞋 就是批啪就这样进去了 怎么看他都不是媒体 怎么看他都不是下游 这个就算了 我还看到什么呢 我还看到三岁的小孩子 那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个三岁小孩子 因为他在那边哭闹 就很简单嘛 因为现场这么多模型车 这么多玩具车 我是因为已经借了这个模型的影 借了十几年了 不然要是我以前十几年前来 我肯定会看到发疯啊 那对于小孩子来讲 这东西是无可抗拒的魅力啊 所以呢 呃这个我看他是应该是祖父祖母啦 阿公阿嬷带他去的 然后呢准备要走了某一个摊位 啊他驻足胜久不愿意走啊 那阿公阿嬷把他带走 他在那边哭闹 所以呢才引起我的注意啊 那各位你想想 这个阿公阿嬷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人 都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祖孙家庭啊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批发商 更不要说他们是个媒体啦 那这小孩子更不用讲啦 这三岁小孩子可以当媒体 可以当批发商吗 所以你说真的日本人有很守规矩吗 当然这是冰山一角 大部分的人呢 在我去的那两天 就是前面的两天夜主日呢 还算是守规矩的 只是呢也是一样啊 日本人不是神啊 好那如果各位觉得 这个只是一个一个特例而已啦 这个只是特殊的活动嘛 大黑PA啊 大黑服务区 那个只是一些玩车的亥群芝麻 那这个金刚玩具展 那个是难免嘛 难免小孩子会混进去嘛 好那我们接着再来讲一个 比较common的东西哦 我们这一次呢 有去了横滨的一个shopping mall 叫做横滨Toresa 横滨Toresa那个地方 为什么会去 因为那边有三间托塔经销商 还有一间大发的经销商 连在那边啊 那我们当然就是在那边用餐 那我顺便呢 去那边经销商摸摸车看看车啊 那其中呢里面有展示出一个皇冠的休旅车的运动版本 叫 Crown Sports 因为这个车子呢 当时在台湾还没有发表啦 还没有看到实车 那我去日本呢 我也当然就上这个车去看一看 结果一看就发现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哦 因为呢我此前看过皇冠的休旅车 Crown Crossover 那我当然想要比较一下 Crown Sports跟Crown Crossover 这两台车子内装的差异啊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发现 嗯 差异性不大 后来就发觉 嗯 这个内装好像哪里怪怪的 结果再仔细看 哇塞 这个车的排档头不见了 那个皇冠这个车子 毕竟是日本丰田的比较高级的车子嘛 所以它的排档头还算是蛮细致的 结果呢我看到这台Crown Sport这个排档头就真的就消失了 那旁边那台Crown的排档头还在 那我跟日本车友研究了一下啦 要不就真的是被一些没品的民众把它给拔掉了 要不就是什么 经销商怕被人家拔掉 所以把它预先给拔掉了 我不知道到底结论是哪一者 但是呢都扣露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参观的民众好像也没有到素质非常的优良就是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后来我们去旁边的一台Toyota的RAV4 Toyota的这个SUV 普通版本的SUV去做参观 那那个业者呢为了要彰显他的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空间利用 所以他摆了很多小道具 那我就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他在前面的杯架摆了一个保温杯 然后呢旁边呢就被放了一罐喝完的饮料 我本来一开始以为是业主他为了要彰显他的这个车子的这个实用性 结果我观察一下这个饮料是人家喝完的 并不是拿来展示的 为什么呢 里面还有饮料的残滴残渣在里面 然后这样这个东西就很明显了 总不可能是业主怕说有人故意放饮料在那边 我先放个饮料在那边卡位 这不可能啊 因为其他的车子这个没有这些展示小物件的车子呢 他的杯架也是空的 怎么看这个都是人家喝完饮料直接给他放上去的 所以你说真的一般人真的有这么说法 各位那是横滨 横滨不过就是在东京旁边神奈川的第一大城 横滨 尚且在展示间来排档头不见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展示车里面被放饮料 也空饮料杯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外国观光客 我觉得几率不大啦 我坦白讲 因为横滨Toresa那个地方 其实我在里面有看到一些外国人 但是不多 因为那个地方算是一个local的shopping mall 但他不是非常的有名 不是像这个东京的新宿啦 澀谷啦那些大型的shopping mall 并不是 所以你从这些小地方就看得出来 日本人真的有很守法的人 有 但是呢也跟台湾一样有着一些害群之马 然后呢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也蛮好玩的 有一些人呢 就是喜欢把车子停的凸出来 停的这个东区 就是把这个车子站出来 整个屁股停出来 也是大有人在 尤其一些货车 他为了方便上下货 他就故意把这个停车格呢 参考就好 只要车子有一部分盖在这个停车格 这样子他方便上下货 管你后面通行的什么事情 他也不管 不要忘了这是在东京 东京我们一直强调 这是最守法的地方 尚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真的我们不需要去迷恋说 外国人特别好 我们不需要以为的是从日哈日 不需要这个从美从欧 不需要不需要这样重养 因为呢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有人性 你今天去一个国家 你去旅游 你会觉得这个国家非常的美好 尤其当你认为这个国家 比我们先进的时候 毕竟你在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你过个几天你就会回来了嘛 对不对 可是当你今天你在那边 long stay 在那边生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原来跟你所想像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所以简单来说啦 不用去羡慕人家海外的环境有多好 不用去羡慕人家的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呢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出国旅游 我们做国际交流 应该是了解他们的优点 学习他们的优点 并且呢也研究他们的缺点 然后寄取这个教训 叫大家不要再犯了 像我常常看到很多台湾的车口说 哎呀你看啊日本开车就是好啊 日本开车的环境就是比台湾礼貌守法啊 哎呀在台湾的环境真糟 我都会说一句 那你为什么不从你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做呢 你为什么人家前面的车子打个方向灯 你不是踩煞车 你是一脚油门给他顶过去啊 是不是 人家呢只是一个不小心 稍微挡住你一下 你就喇叭给他叮这样给他按下去呢 是不是 你一起去羡慕人家 对我承认日本在这边做的比台湾还要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身体力行 我们呢一点一滴来改善台湾的环境 寄取人家的不好 寄取人家的好 学习人家的好 这样子呢我觉得社会才会进步啦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姐妹人 我透过这2024年这一次我去日本呢 所在当地做的观察来跟各位讲讲 其实日本人并没有各位想象中的这么厉害 这么完美无缺 日本跟台湾一样跟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一样 的确他手法的人多 但是也有些害群之马 那么这些害群之马 究竟要怎么样把这些人给导入他们的观念呢 也不是我们的问题 那是日本社会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借鉴 我们学习人家的好 寄取人家的教训呢 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进步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Selzer 我们下午再聊拜拜